另一头用来看到是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之后呢 现在也要求公务员他们必须要签署效忠声明 不过截至今年4月份还有129名公务员他们拒绝签署 结果就被港府强制退休 那么另外呢 香港政府最近还宣布通过了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如果呢是在公开活动上面鼓吹他人不投票 这就是属于违法行为 最高会被判刑三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香港政府去年开始实施国安法后 就要求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签署效忠声明 否则就会被辞退 根据同期节至今年4月 已经有129名公务员不满被打压公民权利 明确拒绝或不理会签署效忠声明 而被港府强制退休 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儿13号召开记者会 表示行政会议已经通过完善全局制度修订条例草案 在明天就会召开一个特别的立法会 大会的会议 让特区政府可以将这个综合修订条例草案进行搜独 法案通过后 原定去年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改成12月19号举行 另外还新增规定 如果借由公开活动 鼓吹他人不投票 投控白票或是废票都属于违法行为 为例者最高会被判刑三年 以上村消息将尽头占有棚内